Lun Sang 蘇食養生 健康隨身 嘿 ! 蔬食養生健康隨身 環保星保 你好。我好 沒錯 我是點點 我是淑君 歡迎來到我們 Just Veggies 蔬食生活 淑君 今天我們要吃哪一間店呢 我們的觀眾呢 在我們的影片下面留言喔 他就說呢 其實他們想要因為健康的原因呢 想要帶父母親來吃中式的餐點 可是呢大部分西式都比較多 而且他們人也沒有很多啊 所以他想要請我們找一間適合的餐廳 喔對耶 點爹你看這裡的裝潢 感覺又大又舒服 而且你看看這裡的裝潢啊 木式的裝潢 然後還有溫和的燈光 哇讓人家感覺到好溫暖喔 沒錯剛剛一進來呢 就是有一種家裡的feel 非常的溫馨 聽說他的開胃菜跟湯也是非常的厲害 一定要試試看 哇 剛剛我們有說到他們這裡有大餐小吃嘛 所以其實你一個人來的時候呢 可以點套餐式的 那套餐呢就是有一個主餐 配上兩道菜還有一碗湯喔 是不是很多呢 對感覺會吃得非常的飽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要試吃他們的拿手拌豆菜 所以呢我們今天就是單點幾樣 然後讓大家可以看看菜色這樣子 好沒有問題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要點什麼囉 好的快 上菜囉 哇太多菜了 太豐盛了 所以我們要先從哪一道開始呢 來我告訴你我們今天呢非常的幸運 告訴你今天要吃的第一道菜呢 是這裡一定要來吃的菜 而且這個不是你說要來吃就來吃 這個是要事前預定的唷 哇這麼厲害你還挺厲害的還會先預定呢 當然所以呢我們今天要試的第一道菜呢就是我們這個 香滷速度 哇看起來挺厲害的 我先來嘗嘗看 對你先來嘗一個看看 如何如何 哇我覺得它滷的非常非常的夠味 而且很Q耶 而且再加上辣椒 然後還有芹菜的味道 我覺得感覺到非常的清爽 非常的好吃 天啊 接下來我們要試試看下面這一道 它叫五柳石魚 哇你可以看一下喔 我覺得這道菜非常的豐富喔 它感覺到非常多的食材 去組合而成的耶 哇真的耶 而且它跟我們外面一般看只有純豆類 感覺很不一樣 我相信一定非常非常的好吃 嗯真的是很好吃 因為呢其實我覺得這個素材是很豐富的 它裡面呢其實我有吃到芋頭 然後香菇的味道 所以呢其實吃起來味道是很有層次感的 然後再加上外面這個啊 酸酸甜甜的醬啊 我覺得這整個搭配就是很美 愛吃辣的朋友像我一樣是個辣妹 所以吃春捲就是要配辣椒醬 我告訴你聽說這辣椒非常的厲害 對OKOK 讚一下試試看 對那我來吃一個 哇這也太好吃了吧 它這個辣的而且帶的剛剛好耶 真的嗎 而且可以感覺得出來這個辣的是自己炒的 哇 絕對不是買外面的豆瓣醬 我超不愛吃外面的豆瓣醬 超難吃 可是我覺得這個味道超好的 我覺得老闆娘也太用心了吧 連辣椒醬都自己炒耶 這裡有全部的菜都是自己做的手工菜喔 真的應該要給我們老闆跟老闆娘一個掌聲 哇 其實這麼好吃的菜 我覺得 為什麼會你當初會想要開這樣的一個餐廳 然後因為我聽說啊 之前你是在銀行上班 銀行就是高興吹冷氣 可是呢因為做吃的其實是蠻辛苦的 就是什麼樣的一個想法讓你要開這樣的一個餐廳 其實也是一個因緣機會啦 剛好遇到我公公往生 然後我們想要幫他吃三個月的素 那就是吃來吃去 我一直吃不到我記憶中的那個味道 所以就回去問爸爸說 欸 願不願意教我幾道他之前的那首菜 然後就順勢開了這家餐廳 因為我剛好借你退休 所以就這樣子接下去開 因為老闆娘想要傳承爸爸的那個蔬食菜的味道 所以這裡其實也很感謝老闆娘 可以讓我們吃到您爸爸的蔬食的美味 對啊 這個味道真的很棒 然後讓我們吃的也很健康 所以我們想問看老闆娘是說 不知道您開這樣的一個餐廳啊 有沒有什麼樣的理念 其實是你想要傳達給我們的客人 讓他們了解的 其實應該是說爸爸他的菜都是餐廳的菜色 那之前都是桌菜 那菜的份量都很多 那我希望是把他大菜小做 那讓每個人都可以吃到這種手做的精緻料理 所以才會用這個方向去做菜色的規劃 這個菜剛剛說的菜都還是老闆娘自己親手做的 我覺得現在我們這個時代裡面 大家都很注重到健康 我們就擔心吃到一些可能一些很多的加工食品 可是我覺得在這邊吃都非常的放心 都可以安心的來吃 真的 我們今天就是真的要很感謝很感謝 我們的素食長的老闆的老闆娘 謝謝 讓我們吃到這麼多好吃的板斗菜 歡迎大家一起來聯署加入我們 蔬食A計畫的行列 蔬食A計畫